上午8点,国际排联正式官宣 中国女排世界联赛收到不妙消息 球迷无奈,蔡斌落寞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在世界联赛香港战斗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不久之前,国际排联的官宣消息 给到咱们中国女排的不妙情况 那么这一次伴随着整体情况的出炉 也是让广大女排球迷可以说是颇为揪心 也为中国女排的未来而感到担忧 那么与此同时,作为女排主教练蔡斌 也显得有一些落寞了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你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 更多喜欢女排的球迷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球队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女排世界联赛依然在进行当中 而不久之前,香港战的比赛也已经落下帷幕 那么中国女排经过前期的比赛 球队是获得了六胜两负的成绩 但是呢,结合这一次在香港战的比赛 其实很多球迷对于中国女排还是非常担心 因为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女排前六场比赛全部获胜 但是输掉的两场比赛 恰恰是最后两场比较关键的 面对本次世界联赛强队的对决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凸显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也是让我们很去担心 目前中国女排的实力 在这种强强对话当中 还能不能够凸显出更强的竞争实力 还能不能够在后续的比赛里打出更好的表现 对吧 所以说这两场比赛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女排球迷 也都是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在未来有一个很好的改变 力图在下一战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升华 但是呢,就在这一次中国女排连续输掉两场比赛 结束香港战之后 那么我们看到国际排联方面 是再度送给了中国女排一个非常不妙的消息 可以说这样一个消息更加值得所有女排球迷去担心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不久之前我们看到国际排联是根据本次世界联赛 各个球队的成绩更新了球队的世界排名 而中国女排在2比3输给意大利队后 也是被扣掉了4.35分 目前呢,咱们是344.52分掉到了世界第五位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让咱们球迷在第一时间感觉到非常担心 那么也是让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名的实力积分榜上有所下滑 所以说整体情况也是凸显出了目前中国女排所面临的问题 而且给中国女排未来其他的赛事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也清楚这一次呢 其实世界女排联赛也是给蔡斌一个能够去锻炼球队阵容 能够去提升中国女排团队实力的这样一个机会 而咱们中国女排在今年最重点的任务 也是最重点的一个赛事 就是在后期将会去进行的奥运资格赛 那么这一次随着中国女排在世界联赛当中 我们没有打出好的成绩 那么首先让中国女排的实力有所下滑 而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名跌至第五位之后 我们来到奥运资格赛整体的这样一个分组 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国际排联方面所更新的排名 对于中国女排真的是相当不利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看到中国女排实力受损之后 女排教练团队能够在近期综合球队的问题 进行相应的一些改变 咱们也是希望在下一站韩国战的比赛里 中国女排能够多拿下一些胜利 让我们的积分排名再度上涨 为了奥运资格赛再去有所加码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之前聊球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 体育系件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